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又回來了 其實都不明白為什麼又回來了 其實是同一日錄的 只不過是第二集 我們這些很老實的 今天這一集就是乘接上一集 雖然很廢 我們終於講到裡面的內容 主持人物亦是一模一樣的 你是Cuzlan 你是Peter 而外面依然握咪很重要的 依然是日 今集也是用BipBip 好 正題我們就講分析 這本叫The Prism of Lyra 《天琴座五靈鏡》這本書裡面所講 人類地球和人類地球和各種的外星星是千絲萬縷的關係 上集我們就很仔細地講到 原來整件事是跟這個 the whole 或者the one 或者the source 它要分裂自己 成為很多不同的千千萬萬 數不盡這麼多的碎片 接著再整合回 通過這個五靈鏡再翻翻自己的整體 一出一入的這個過程 這個不再仔細講了 還有就講說七個蜜圖那件事 還有講了Lisa的背景 真真正正入戲肉 我就知道可以拖了這麼多年之後 這個故事呢 它就說 你有沒有想過拖這麼多年 有沒有想過拖幾集 拖啊?可以拖很多集 我可以講慢一點 OK 正常版 其實這個故事一開始 就是講到the whole 它嘗試想經歷自己分裂的過程 將自己通過在天琴座的五靈鏡 分成很多很多的碎片 那第一批被分裂了出來 通過這個五靈鏡 天琴座 擠了出天琴座附近的空間那裏 那裏的個體 他們的名字 就叫the founders the founders 我們可以粗略地譯作創建者 是 創建者其實還有別的名字 一說 就可能有些聽眾 就會打爛陣 就是the watchers the watchers 就是跟我們之前有兩集說到墨田圈 是啊 我們可以再想一下 是啊 就算是大家有其他聽到別的神秘學節目 亦都是說有一群外星人 一直都照顧這裏 或者守護這裏 在月球內部住的人 其中一天它有提到自己 亦都是the watchers 沒錯 我就在想一下 其實the watchers 是否在形容同一群外星人 還是在形容同一個任務價值觀的外星人 嗯 如果根據我們現在這個說法 那件事的答案就很清晰了 就是這群第一批 通過這種靈靈人就擠了出來 那一群 而呢 他們是 大部分都是存在在一個 不屬於物質世界的形象 就是non-physical的形式存在 比較屬於一個意識狀態 那他們也都其實 嗯 怎麼說呢 他們是屬於我們地球人的 我們叫 parent archetype 就是我們的父母圓形 就是我們是由他們那裏來 而這群founders 他們有一個很基本的動機 他們在他們的存在意識裏面 這個很基本的一個渴求 一個很自然的一個傾向 就是想作為 parents 好像父母那樣 家長那樣去創造 還有人育一些不同的生命 不同的個體 不同的文明 不同的文化 嗯 即是屬於播種的外星人 沒錯 沒錯 那他們呢 地球整個人類作為一個物種 人類作為一個物種 以及地球的文明 其實整個發展的過程 基本上這群founders 都是由頭到尾 都是有份去影響的 是的 那好了 而這隻founders呢 他們在天琴座的附近 折了出來之後 他們就 因為他們剛才我所說 他們有一個基本的傾向 是想播種的 所以他們就 重複一個動作 重複到the whole 或者the one 或者the source 就是把他們的意識 再分裂 分裂再分裂 好 我們很簡單 重複一次 the one the whole the source 將它分裂了 分裂了之後 通過這個天琴座的靈鏡 存在 變為一個founders 這隻founders 有一個先天的傾向 就是想做這個播種的角色 再將它們分裂 再分裂了這些人類 他們有一部份 他們的頻率就降低 他們的密度降低 可以用一個physical的形式 去存在在這個宇宙那裡 而他們第一批 去在一些星球上面 繁殖繁顯的 亦都是在天琴座那個星系附近 那他們因為 整個分裂的過程 我們上集 都有發揮的章節說 都是為了去經歷一個叫做integration 就是整合或者是融合的過程 什麼叫做integration 就是二元世界 分正負兩邊 而這些beings就會很自然地傾向 要是比較傾向是正或者負 那他們如果要真正正想 回去the one或者the whole 要怎樣才可以通過這個五靈鏡 再回去呢 就是他們有一正負兩個極度 找到一個中心點大家可以融合 整合回 就可以回上去 所以其實呢 有一個很簡單的幾何圖案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路上觀賞出來 不複雜的 就是三角形 那三角形下面的兩點 當譬如三角形左邊的點是正 右邊的點是負的時候 他們有一條線連起來 他們可以在那點自由地遊走 而當他們兩點可以整合的時候 就會回到上面 那三角形的頂那裏 變為一點 那就會再直線上去 通過那個五靈鏡 回到the whole那裏 那所以整個由低密度要整合 上去高密度 去到我們上次講的 第七個密度的時候 第七個密度的一些beings 有足夠的數量 一起到critical mass的時候 就可以通過那個五靈鏡 天琴的五靈鏡 回到the one the source那裏 所以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那好了 我們講到在天琴座 第一班可以用肉體 去存在那些beings 他們在不同的星球那裏 不斷去到繁殖繁顯 那他們就在一段很長的時間 就發展到一些非常非常之 謀性的文化 他們有很複雜很遠大的一些 哲學思想 那他們有些傾向是比較極向正 有些是負 發展到很多不同的形式 有些是偏向正那邊的時候 他們在正裡面 又再分裂開正和負 明白嗎 而負那邊又再分裂開正和負 所以出現了五花八門 各式各樣的不同的極向 一個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的情況出現了 而當他們的科技 在一個星球發展到太空旅行的時候 他們開始在自己的天琴座的星系上 從一個星球和另一個星球上 互相又開始交流 變成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哲學 又再更加複雜豐富了 色彩就更加豐富 那遊戲就變得越來越複雜了 那好了 講回那一集 Founders 其實他們想引辱這些不同的文明 都是想做一件事 希望他們可以整合到 可以整合 然後回到the source那裏 那他們在這個Founders 對他們的影響 通常Founders 其實他們有一個外在的形象 對於一些有肉體的個體 心目中 他們會看到the founders的樣子 是怎樣的樣子呢 就是以下下來的樣子 比較傾向好像一隻螳螂 頭部好像尖尖的 臉尖的 眼睛很大 身體很高挑很長的手腳 很比較遷秀 像螳螂 頭部 頭部好像螳螂 對 那種有些三角形 眼睛很大 下面面尖尖的 其實有一些個案 之前在講的 在美國現在流行一些 南美的一些叫做 靈性上的drugs 就叫做DMT 即是死藤水 是 Ayahuasca 是的 有些個案 就說有很多人 是吃了DMT的旅程裏面 有一些人 是覺得自己的人 是去了另一個空間 就看到一些螳螂型的生物 就好像人那麼大隻 然後就強姦他們 哈哈哈哈 那因為這些個案 也是不少的 是 也因為這個DMT 有很多人去吃過 有很多不同的效果 即是變成有些人 可能會覺得 經歷了一種 開了三眼的狀態 有些人 是有一個 可能去了一個 叫做 其他一些圍堵的狀態 也都有 有些看到死了的人 或者看到一些 有宗教的上司 天使也都有 但有一個比例 就是他們經歷了一些 好像很創傷的狀態 就是被這些螳螂人去 強姦 那我想問一下 這些螳螂人 有沒有做過好事 在他們這些旅程裏面 不知道 也都因為其實 出來的報道就是強姦 是的 即是說我聽回來的留言 也都說 其實在美國很多個大學 已經有做一些 專門是關於DMT的一些報告 其實他們是在研究這個物質 對於人類的影響 因為其實在美國方面 是慢慢開始流行的 但也都 我看到一些另外的報告 就是說 這些DMT 並沒有像其他毒品的功效 就是說它會上癮 或者你會不停地很想吃它 它會有成癮的狀態 但是只不過 它現在因為這種藥物 令到很多人 有一種意識 和一種靈性的經驗 成為了一個 現在研究的一個 很熱的課題 是的 甚至有些人 會給DMT這個物質的分子 給了一個名字 它叫The Spiritual Molecule 是 他們就說 究竟是否通過DMT這個分子 人可以跟這個 我們的靈性 藉著有一個很深度的溝通接觸 我們想再reclaim它的靈性 其實DMT是否一個答案 即有些人是研究這個方向 那好了 剛才你說到 那些人服食了DMT之後 被一些螳螂的人強姦 那當然我不知道 你所說 回到來後面當然沒有出血了 是 我不知道 或者有它沒有報道 那他們所經歷到 接觸到這隻螳螂的人 究竟是否這隻founders 我就不清楚了 但我覺得 亦都可以有另一個角度 去看這些人被強姦的經歷 就是譬如我們之後 都會花很多張截 去講一些小灰人 那些Sitter Reticuli 那些Sitters 他們那些小灰人 其實對地球人所做的事 好像表面上很創傷性 但是Lisa Rao她就講到 其實很多地球人 因為我們本身 存在在我們的系統裏面 太多恐懼 還有我們不是很意識到 其實我們跟外星人 接觸的任何個案 任何經歷 其實我們都在靈魂上 已經是一早是 Approve了 贊成了 所以我們如果 當我們看不到 其實那個接觸的經歷 是我們自己 都在一個靈魂層面 一早已經進入了頭 我們可能會曲解整件事的經歷 明明我和你是做愛的 你是強姦我的 也可能是有 他們會誤解了對方的一個創造能力 一個creative energy creative energy 去再加入 注入他們的生命的時候 可能他們從一個意識層面 層面就會理解了 是一個性能量 而當這個性能量入侵的時候 他們又是沒有意識到 其實自己是噁頭的 那就可能會曲解了 是一個強姦的經歷 是啊 我看的資料不多 不代表他沒有說 其實他是high 是啊 我們回到正題了 好了 剛才我們就講到 比如說the founders 他們那個樣貌 雖然他們是沒有一個肉身 他們存在的形式 並不是用一個肉體的存在 而當他們想給一些有肉身的人 去感受到 看到的時候 他們有時會將他們的頻率降低 而當人類的意識又比較提高一些 比如去到近高一些的第四個密度 因為第四個密度都有高頻率和低頻率 他說如果你近高那些 高四的時候 那你就比較容易一些 有機會可以接觸到 或者見到這些的founders 就是由三支和四支的溝通 就去到三點五支了 是的 這個一定要四 要近五 我要近五 是的 才可以比較容易接觸到 好了 剛才我們說到 在天琴座 由the founders 再分裂出來的 這群有肉身的beings 在不同的星球上 已經互相再文化交流的時候 發展了一個很豐富色彩的 一個不同的宗教思想 文化科技的一個情況出來 然後故事發展到下一步 就出現了另一個很重要的星球的角色 就是跡旅星 跡旅星 是的 Vega 而Vega跡旅星其實也是在天琴座其中一顆行星 而環繞著跡旅星有一顆的行星 上面那裡的人 他們那個宗教和他們的靈性取向 就出現了一個很獨特的現象 就是他們是極化推向了負面那邊 他們和一般的天琴座 我們叫Lyrens 和這些Lyrens Lyrens雖然有正有負 但是他們負之中也有正有負 就是還是嘗試游走於正負的兩邊 會比較有動動彈性一點 是 還有他們還是在玩一個 會跟不同的極向 不同形式存在的一些Beings 去有一個交流 但是這群在跡旅星我們叫Vegans 這群Vegans就完完全全是要嘗試走負那邊 是 負的意思就是說 Service to Self 剛才我們所說的 服務自己 他們的能量比較是收窄的 是 向自己的 而相對來說 記住是相對 那群Lyrens 天琴座的人 雖然職女星也屬於天琴座 但是因為大家極向不同了 所以我們就把這群Vegans Lyrens統稱分開 Lyrens相對於Vegans 天琴座的人已經比較正向了 是 因為他們是相信是比較膨脹向外的 因為他們仍然有個欲望 他們秉承了成全了他們的祖宗 即是那群Founders 他們仍然有個欲望想去創造去播種 所以他們的能量是向外的 所以向外就是屬於比較正向 那我提到這個職女星 就是在科幻經典裡面 就是這個Contact 超時空接觸 在裡面 Jothie Foster 收到的訊息 去的那個星系 剛剛好就是這個職女星 沒錯 他那一齣戲 一去到那裡的時候 我就是很感動 對 大家如果沒有看過 你一定要去找回來看 因為其實這個是一個很經典的科幻電影 它裡面是有哲學 有神學 有很多科學的深層意義 也都是有表達出來的 一定要看一看 那當然也是那時候 我一看到他去職女星的時候 我就已經覺得 在這個故事裡面 沒有理由這麼巧合 他應該是有些事情 有些原因的 是的 而這個編劇也是不少的 是的 這個編劇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他接下來會跟David Wilcott 是合下一部電影 他會改編他的那個原廠理論 是拍得出電影的 是的 所以是很期待 很期待 很期待 那我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 根據Lisa Rao的 所美美流出的這個故事 那她就講到 就是不同的這些星系 譬如說 天禽座 職女星 獵戶座 這些都是在人類不同的文明那裡 經常會講的這些星系 是啊 這個我經常掛在口邊的 在整個地球的文明歷史 不同的步驟集結之後 其實數目最大 講得最多關於外星的 第一位就是獵戶座 即是無論在建築 或者以文化上有提及到的 他們都會立進去 而第二就是七姊妹星 第三就是天狼星 所以也是正正好 這個最大的狐夫金字塔 是剛剛好這個金字塔 是這三個星系 亦都有提及到的 獵戶座就是那三顆 而這個天狼星 是金字塔的天窗 是對著 當時 萬幾年前的天狼星 而在南邊的門 我記得是每一次 春分的時候 就會射出了七姊妹星系 那個星系的圖案出來 這三個星系 就是獵戶座 天狼星和七姊妹星團 究竟所扮演的角色在哪裏 我們的故事再多下去一兩步 就會講到它 剛才我們講到職女星的人 職女星人 比較屬於父向 而天禽座比較正向 這兩個正負兩極 就不斷去磨擦 磨擦了很大很大的衝突 衝突就令到他們 但是衝突的過程 最可惜就是他們又不可以整合 不可以integrate 融合不了 不可以向上走 變成衝突就 反而向下了 令到他們兩邊更兩極化 正那邊更加正 負邊更加負 所以衝突就越來越強 直到故事發生 就去到 戰場就去到一個 令到一個叫做 Apex Planet的地方出現了 為什麼叫Apex Planet Apex就屬於一個叫尖端 剛才我們所說的 正負兩極 整合融合的過程 我們觀賞一個三角形出來 而因為這個概念 最頂的端就是整合的端 所以頂端的點就叫Apex 所以Apex Planet這個名字 其實是作為一個紀念 紀念以下來發生的一些事情 Apex Planet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比較特別的星球 就是他們的文化和哲學思想 是一個完完全全是 由天琴座的正向和積女星的負向 兩邊的一個混合來的 即是他們那裡 無論他們的基因 他們的DNA 和他們的文化和哲學 都是由兩邊混合來的 按照道理 就應該是一個打生打死的地方 所以 而當時根據Lisa Royal和Keeve Priest所說 在Apex Planet上面所發生的那種 因為這個正和負 這麼厲害的一個對立的情況 令到他們各式各樣的人種 不同的工作 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樣貌 不同的宗教思想 不同的哲學思想 不同的政治思想 那個百花齊放的情況 比現在的地球更加厲害 好亂 好亂 一個亂字就形容完了 所以就是一個亂字 就可以完全形容到Apex Planet Apex Planet當時的情況 而當時 因為這些混亂的衝突 又令到當時那個星球 很相似現在的地球 就是很多的污染 而那個污染不單止是 物質上的污染 是精神 能量上的污染都很厲害 而當時也有很多的武器 很多的軍備在那個星球上存在 到後來這兩個極向 因為那個整合的過程失敗了 就導致他們撞得很厲害之餘 就用一個核子戰爭的形式 就把那個能量一次過 因為正和負兩面撞在一起 整合不到 通過這個核子戰爭 就有一個大的爆炸 就令到這個星球 表面就有很嚴重的污染 而大部分的人都死了 而在這個Apex Planet 那些死靜種呢 就滑入地底那裡 哦 滑入地底之後呢 他們就嘗試在那裡 叫做殘存 在那裡 而這個Apex Planet之後發展下來 有一個很獨特的情況出現了 就是因為這個核子戰爭的核爆 產生出來的那個爆炸性能量太嚴重 就將那個Apex Planet 本身存在的那個時間空間 那個軸心扭曲了 就將它推到另一個時間空間那裡 就一聲就在現在我們熟悉的Sitta這個區域出現了 哦 那就是說 所謂的那些小灰人呢 就是 之前的這一場的核子大戰裡面 而留下的物種 而後來因為這些可能輻射再推到其他時空 就變得由這個天琴星人 就變成了現在的小灰人 沒錯 而他們為什麼會變成小灰人呢 那就很有趣的 因為他們要躲在地底 暢期是沒有陽光 所以他們的皮膚色素就開始退化了 而因為他們也都是要 他們研究一些繁衍的方式 因為他們受了輻射影響 令到他們都不育 他們研究一些方式 就去用基因工程去複製 嗯 所以他們為什麼對人類的DNA這麼有興趣 是的 而他們不斷複製的過程 就令到他們的存在意識慢慢慢慢 就開始變成一個集體意識 所以他們的運作模式 有一點點像昆蟲一樣 昆蟲就譬如一鬥的矮 或者一鬥的蜜蜂 他們是一個集體意識的存在 而這些小灰人都是這樣 變成他們由一個很重的存在方式 變成一個完全是無分你我集體的 所以在這些叫做老劫事件 在剔癖裡面 剔出戲裡有講述 那些小灰人 就捉了一些地球人 去一些手術室做手術 其實很多個案 也有說 當地球人看到他們的眼神的時候 他們有一種很恐懼的狀態 因為他們覺得這種物種的外星人 他們覺得其實很沒有Eagle 是他們很不熟悉的狀態 令到很多地球人在這個狀態 是異常的恐懼的 是因為太過不習慣了 是 好了 我們這一節已經長了很多了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講 好 好了 第二節回來 我們剛剛講到 終於在這個故事裡 起碼有一個消息提到 終於明白到 為什麼這些小灰人 對於我們人類 是這麼大的興趣 以及跟人 以及之前的天琴星座 是有什麼關係的 原來他們就是 在核戰裡面 而產生的一流 以我認為是一個悲哀的一族 他們都挺悲哀的 他們在地下生存了很久 後來他們 終於爬上地面的時候 他們看著天 為什麼天象的星圖 跟我們記錄之中完全沒有關係 他們才猛然發覺 我覺得很悲哀的 我們覺得是悲哀的 我不知道他們覺得是否悲哀 我只是想他們一上來 一看完星圖 發覺不是自己的地方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會說 一句話就是 Water Water 是的 他們才猛然發覺 推考原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因為那個核爆 將他們推到另一個時間空間 還有因為他們 屈在地下 他們又用基因工程去做複製 他們開始變成集體意識之後 另一件事就是 他們不斷用基因工程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用一個集體意識存在 他們就將他們的腦部裏面 對一些事情的反應 用那個Brain Chemicals 那個分泌的過程去修改 令到他們對凡事外在的一些 我們一般人會有很大的喜怒哀樂的反應 都壓低了 壓到變成沒有 所以這個也是另一個額外的原因 令到他們為什麼對地球人這麼有興趣 因為在一個物種或者我們的意識 在一個發展的一條線上面 我們地球人這一種 可以說是一條線的一個極端 而另一個極端 就是這一群Zither 這一群小灰人 因為一邊就是自我意識很強 一邊完全是集體意識 一邊是很七情六欲 另一邊是完全沒有的 所以小灰人他們有一個內在的智慧驅使 他們就說 如果他們的物種要繼續可以繁顯下去 他們一定要將他們情緒的部分 要拿回來 但他們又因為失傳了這麼多年 他們根本不知道 應該對事情有什麼反應 所以他們就會不斷去觀察 甚至捉一些人到他們的飛船上面 去研究究竟他們 原來對這件事 我播這條片給他們看 原來腦會分泌這些Brain Chemicals出來 令他們什麼情緒播放 原來人類的自我意識是這樣的 自我意識究竟是怎麼回事 等於對於我們人類來說 很難去理解 怎樣可以用一個集體意識 例如昆蟲、蜜蜂、蟻蟻這樣存在 但對於小灰人來說 那些Zither他們來說 也完全不可以理解 如何人類可以用一個這麼自我個體的意識去存在 所以其實兩種極端的種族 他們的相遇 在暗门以前也看過 他也看過這本書 還是看過一些關於宇宙的歷史 其實在這個靈性上 兩種極端的物種相遇 是一個因緣際會 是兩個的能量互相吸引 然後再結合 再走上另一個進化的道路 是啊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記起我們這幾集 經常一定要強調的一個主題主線 就是那個integration 那個整合、那個共融 我們和小灰人的這個因緣際會的相遇 其實也都是在一條線的兩邊 走在一起 嘗試找一個融合、整合位 然後大家再進化 最終的目的其實都是 我們所講的一進一出 就是hold一進一出的遊戲 我們通過這個過程 可以更加貼近回到the source 那裏 就是說我們現在由第三的圍道 為什麼我們再上呢 就是說 我們會慢慢感覺到、理解到 也知道自己有一個集體的意識 有這一樣東西在 就是剛剛好這兩個種族類 他們互相拿回對方的一些特質 就是我們拿到這些小灰人裡的集體意識 還有那種智慧 而這些小灰人裡 拿回他們原本應該有的一些ego 是的 還有這個六欲 是的 沒錯 我們之前就說到那些天禽星人 天禽座人 應該叫做Lyrens 以及職類星人 他們的衝突 就打到九彩 而在這兩個地方的人 也有部份決定 哎呀 真的 我們不想再有衝突 很煩 政府兩邊打來打去 我們不如去其他星系那裏 再去繁衍 所以他們就開始很多人 離開他們本身的星系 去宇宙另外一些角落那裏 這個中場的結局 其實是那些founders 預計不到的 因為founders他們 他們去再創造一些文明出來 再創造一些物種出來 他們以為那個整合的過程 會是很直接很簡單 是 就沒有想到這件事會 搞得這麼複雜 嗯 即是他們太正向性想事情了 對於你玩大了 哈哈 不過在你講這段時間 其實我想問的就是 其實在一些Ticken個案裏 有提到其實有幾類的小灰人 矮那些小灰人很多時候 是屬於一些前線 做一些手術 是很負債做事 好像低級一點點的 那有一些他們說 是比較高智慧一點的 是一些比較高身一點的小灰人 那其實在Lizalala那本書裏 關於提到這些小灰人的物種裏 其實有沒有提到一些 那個種類的分別是怎樣的 他沒有這樣去細分 但是他也有提到 他有提到 其實現在在接觸我們的Situs 其實都有好幾種 詳細我就不再花時間去講 因為那對又很複雜 OK 但我們剛才你說到 就是有矮又高 我就覺得似乎都幾吻合 剛才我說的一個比喻 就好像一鬥矮那樣 或者鬥蜜蜂 有些可能是公蜂來的 是 有些可能就是紅蜂來的 他們扮演的角色不同 即是出生影子 你高 對 怎樣人做事 這些都幾種種性系 一出生影子就沒得定了 但是因為他們 很宿命 雖然分了幾個階級 但是他們仍然是用一個個體的意識 存在 所以我想 如果你是屬於一種蜜蜂的時候 我想用一個蜜蜂的思維感官 你做公蜂應該不會覺得自己命苦 因為 對 一件事不是這樣看的 我們這個分析 就是我們用我們人類的自我的角度分析 對 我想他們會不會有一個升級系統 就是 在你未升級 做高層一點的時候 你的生理關係已經比你高 你一升了位 你的生理關係才能比你高 我很想增高 那我可不可以從這個方向去看 好了 那我們的故事就發展到這裡 就有另一個星系的出現 就是我們很期待的天狼星 是 serious 那天狼星是我們天上最光的一顆星 行星 對 我們肉眼看到的是一顆星 那 那 有一些消息呢 不同的 譬如Dogons這個部族 他們就說其實有兩顆星在這裡 Dogon族 對 而根據Lisrael這個看法 她甚至說是三星系來的 是 三顆星 不不不 其實我想提到的是 其實多共族 是有提到第三顆星的 她說的第三顆星是 指哪顆呢 就有不同的說法 根據Lisrael的說法 她就說 其實第三顆星是我們太陽 啊 因為根據一些分析 其實天狼星和我們只不過是八點多光年 很近 所以從某些天文學的概念去看 其實屬於同一個星系 這一個關係 所以就引致到 以上的這些看法究竟有多對 我們不去評論 我們只是複述本書裡面所說的 是 這個太陽是屬於天狼星的星系的一部分 這一個看法呢 是引致到故事在後段有一個更加 詭異 更加引人入勝的一個影響 我們之後再說 好了 代表天狼星那個符號 我們可以想回 又是那個三角形那樣東西 兩個極 然後去嘗試共用這件事 那我們就回去看回 這一堆 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當個 the one the whole 它的意識 去通過 五靈鏡在天琴那裡分裂出來的時候 有一部分的beings 他們選擇不用 physical 的形式存在 他們很多數量的能量被天狼星那裡的能量吸引了 去到那裡 而他們在那裡開始做不同的工作 包括他們開始預備這個星系將來要孕育的一些物質生命 所以他們就嘗試去用能量 他們的能量 去影響那裡不同的星球的星系 那裡的發展 那裡的物種 生物 植物 好像在鋪路一樣 同一時間 他們也去創造一些不同的空間 不同的領域 我們叫realms 英文 不同的領域 是繼續讓他們這些 不是物質形式存在的beings 在那裡好好地去安歸去做他們做的事 那他們不同的一些領域的能量是比較集中 那所以他們同一時間呢 做一件事就是創造一些物質的地方 物質的領域 還有創造和fine tune 去調校細調這些微調一些 不同的非物質的空間 那所以他們物質和非物質的空間的創造過程 他們都很出色 那所以我們後來 那些人就會給了一個名叫做 Elders of Sirius 天狼星的長老 嗯 天狼星的長老 它就是指這一堆第一批 非物質的形式存在在天狼星的領域附近 那一堆beings 是 我已經在很久之前 在網上 有一個關於2012的資訊 我當時看了 他就張開口 我又不可以證明他是真還是假的 那他就說 去到2012 這個人類的地球 進入這個第四的圍道的時候 整個太陽系就會跳到天狼的星系 就變成了第二個星系 即是一聲就擠了 然後我想一下 即是怎樣 即是突然 太陽系突然飛到天狼星系 我想起打桌球 一棍 還是怎樣呢 我突然有一點點 即是擠了嘴 我看到你在抓著你的頭髮 是啊 他一說到將來 我又不敢去肯定是還是不是 最參與他有些資訊 你知道其實很多個 那些叫做Channel的資訊裡面 有很大堆 是永遠都看見自己 是來自天狼星的 是啊 那實在太多 我就覺得 其實多到我覺得肯定有很多是假的 流的 所以他一說的時候 我已經被拋了嘴 是 但是如果剛才 你這個拋嘴 就是一棍拋了太陽過去 那個天狼星系這個概念 如果根據我們剛才說的這個論說 又不是太過分 不過我想 那個概念應該不是一棍拋了過去 而是本身 我們那個 其實那個概念 都應該我們存在 屬於天狼星系 只不過可能我們的 圍道再晉升的時候 我們更加可以感受到大家一個家庭 嗯 而且我很想理解 就是 天狼星人是什麼呢 因為在網上有說過 天狼星人其實屬於 很多種不同族類的形態 是星系的人在這裡 所以就沒有說一個特定的 有些是兩棲是乳頭人身 也有些是有些蜥蜴人也有在這裡 嗯 所以其實對於天狼星到底是什麼型的款 其實就是不得而知 好了 剛才你帶出一點 剛剛我想說下去就是 其實天狼星裏面 他們所謂天狼星人 其實就是 品種的種類很複雜 剛才我們說到這群天狼星的長老 他們都是屬於非物質類型的 嗯 他們是屬於掌管操控著 不同的物質和非物質的空間 的一個領域的存在形成 好了 我們剛才不是說到 那些職女星人 負向的屬於是正負的負 負性取向的 他們就有些 唉我不想再在天琴座打 不如移民吧 嗯 那他們就 有一部分就走在天狼星那裡 是 那因為他們是這種 所謂service to self 要服務自己那樣東西 那他們就 慢慢再發展到比較屬於 叫做masculine 比較紅性的一個取向 要操控的 要掌管你們的 要無論是操控自己 和身邊的一個環境 都有很強的一個操控欲 那而因為他們這種這樣的取向 令到他們比較難些 有些在第四密度那裡存在 所以他們大部分都完完全全 百分之一百 在第三個密度那裡存在 那有些就是肉身 真是移民了去天狼星那裡 去繁田 有部分呢 亦都因為同一個原因 因為不想再在天琴座那裡有衝突 他們呢 就靈魂就投胎去天狼星那裡 那裡 而因為他們本身那個靈魂的取向 他們已經是很明確地選擇了 是負性那邊的取向 所以當他們一入到物質世界的時候 他們就一聲就很鎖緊了在第三個密度那裡 而就產生了以下一個現象 就是他們因為 這麼要牢固這麼緊緊地 將自己保存在一個Service to Self 服務自己 一個負性負向的取向那裡 他們跟其他一些的密度那個連繫呢 是斬團了 他們產生了一個很嚴重 很完全很整傳的一個遺忘 遺忘了其實他們本身那個 承傳他們的Lineage 和這個宇宙和The Source 和The One的關係是什麼 是 即變得更加分離 更加分離 更加服務自己 是的 而他們也都是不懂得做夢 也都不會去做冥想 沒有Dreams 沒有夢想的 只是完全存在在這個物質世界那裡 第三個密度那裡服務自己 可想而知 他們是一個很純的物質 也都在這個物理上的科技層面 應該是很先進的 因為他們只有在這個方向裡面 是很集中的 是的 而他們發展所有的科技 都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控制掌控環境 就是這樣 令到他們可以生存 是的 而同一時間我們不是說過 職女星他們比較屬於正負極那邊的負極 正負極那邊的天琴座的人 他們有些也是 受不了那裡爭吵得那麼厲害 越移民 想去找個別的地方 那他們有些人就走到那裡 那可能因為正負極那個吸引 那麼強的負極就會吸引那麼強的正負極 那他們很多去到那裡 就用一個非物質的形式存在 那又怎樣呢 他們就是因為很強調是要服務他人 他們的能量就比較集中是去治療 療癒那些身體肉體上有痛楚的一些人 那麼他們就在天狼星那裡 產生了我覺得都挺搞笑的現象 就是他們原本就在天琴座打的 那麼現在呢 那陣正那邊呢 就用一個非物質的形式的存在 去治療那些以前曾經的積類星存在的 很負向取向的病人 那麼不斷去療癒他們 不斷去治療他們 但是呢 因為正負極兩 他們又排斥 就在那裡 雖然又吸引大他們 因為不想融合 所以排斥 所以那一群現在的天狼星人 又浴身那一群 即是以前的積類星人 有排斥 你不要歸我了 整天搞像鬼上身 對 你不要搞我 我OK的 你不用歸的 但他們又不知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們感受不了一些非物質的東西 就是覺得 不知那些東西在這裂一下他 所以就很反感 那麼這個能量的互動就產生了很… 我想的情形是怎樣 原本那些天狼星人很物質的那些 就坐下來好好地吃飯看電視 是 突然間那些非物質的那些 就突然顯靈那樣 我來傳遞宇宙的愛給你 但他們看不到的嘛 他們覺得就是可能 有一點涼涼的 覺得身體又好一點 但是他們又抗拒 但是就越抗拒 就越持續 就越持續 那群正向的天狼星人 即是非物質那群 就越要囂理 是 所以基本上胡昌正在扯 即是一邊就越上膠 一邊就越推 那個衝突的能量就產生得非常之強 而去到這個時候 那群… 都挺荒謬挺好笑的 荒謬的 即是到時他們想找些東西解決就解決不了 因為他們完全理解不了這個非物質的領域 是的 但另一方面又是不斷被他搞緊 是的 當然 表面上看 愚昧那群好像是物質那群 但其實說真的 非物質那群都很愚昧 對方抗拒你的治療的時候 抗拒你的治療的時候 你不要去搞人 他又不懂得尊重別人的自由意志 所以其實 基本上兩邊有個無名在 雖然 我們一般人所說 好像正那邊就好一點 是 但其實大家如果再聽整個故事下去的時候 就會越來越更加在不同的細節那裡明白到 其實真的不是說哪邊是對一點好一點 而是大家都有個無名在 要整合其實真的兩邊要共用 我記得當去到一個宇宙這麼大的層面 就變成沒有評論的 只是兩種不同的取向 是的 還有如果真的要提升的時候 就要看到不會堅持在自己所謂正或者負的那點 去到這個時候 因為那個正和負的那邊的衝突 又是太過厲害了 那些天狼星的長老 Elders of Sirius 就決定干預 就說 喂 你們要衝突的時候 不如去其他地方搞吧 星際傳染病 永遠搞不定的時候 你們就去其他地方 他們也是搞不定又去其他地方 是的 然後你們去其他地方搞 我提供另一個地方 給你們去打這場仗 即是這個整合 Integration的一個過程 那你猜一下究竟在哪裡打呢 他們就建議了他們去獵戶 哦 所謂很多的個案裡面 講這個獵戶 曾經打過星球大戰的地方 是的 有部分就決定離開去其他地方去玩整合的遊戲 有些就決定不走的 留守在天狼星那裡 那就是那裡比較負極那裡 那你就更加和那個靈性 更加和那個非物質的世界 更加是斷裂得緊要 那麼決定離開去 離開天狼星去獵戶座玩那一堆呢 那就去獵戶座繼續這個 之後有一個很漫長很漫長 非常之激烈 也都可以說是我們的銀河 是打得最慘烈的戰場 就是獵戶座 嗯 所以在很多我們人類的傳說 一講到Orion 獵戶座 都是和一些戰爭 鬥爭 很殘酷的鬥爭 是會拉上關係 是的 是的 那麼好了 剛才我們不是說到 其實天狼星有很多不同的品種 是的 不同的物種 另一種呢 就是我自己很有興趣的 就是跟我們說 Fysical Healing的天狼星人 他們就跟大覺星的 存在大覺星的領域 那個區域那些 Non-Fysical 又是非物質的Beings 就掛勾結盟 是 那因為呢 根據Lizaro和Keith Priest所說 大覺星就是Acturus 那裡那些非物質的 一些意識的Beings 他們是比較集中做情緒上的治療 那所以這群專注在 肉身治療的天狼星人 和大覺星人 就組成了叫做 Syrian Arcturus Matrix 一個天狼星和大覺星的巨陣 那就是兩邊加在一起 就是一個很互相去補足的 一個治療的能量 所以你見現在很多新紀元的人 他們做治療 往往都會去呼喚 這個天狼星和大覺星的組合 嗯 那在坊間有一本英文書 就是講一個女性的博士 她是怎樣 channel 那個大覺星人 是的 那也是其中一本經典的書 我記得提過裡面大覺星人 就有六隻手指 也都他們是non-physical form 那在他們大覺星人的旅行裡面 或者在他們學習過程裡面 大覺星人其中的課題 就是投胎去第二些星球 做輪迴去做不同星球的人 而是其中他們的學習課程 是的 這個是我記得的特質 剛才你說他們投胎去第二些星系 去學習的課程 又令我想起Lisa Royal 她有提到 有時候的大覺星人 他們因為想比較親身實質 去近距離體驗一個肉身的生活 究竟是怎樣 而他們想體驗這個肉身生活 其實目的都是令到他們的療癒的能力 可以再提升 所以就會帶出有個現象 很多人都會研究 新紀元的人都會提及 就是walk-in這個情況 walk-in就是走路走 walk-in就是走進去 這個情況就是一個人 他的靈魂是離開了之後 但是他沒有死 而有另一個靈魂 脫射 進去他的身體經歷 那這種walk-in 根據Lisa Royal的說法 就是真正的walk-in就是 當一個人 當是我才算 我可能通常 不是可能 通常在我生命 去到很痛苦的一個地段 是 我受的情緒的痛 尤其是情緒的痛楚很大的時候 可能就會跟大覺星人 有一個靈魂層面的合同 一個契約 一個協議 就說 我用一段時間 我的靈魂離開這個身體 去到大覺星的領域做療癒 而大覺星的一個靈魂 就會入住我的身體 去體驗一個肉身世界 究竟是怎樣 是 但在這個walk-in的情形裡 有沒有什麼特質影響 譬如我在我接觸了這麼多 新心靈的New Age圈裡面的人 我要其中一個批判的地方 我就說其實有很多 其實不少 在很多剛剛接觸New Age的人 我看到有很多 會說自己是被一些高靈 或其他外星人 walk-in 奪射 但很多時候 我就會看到 我覺得這是一個Eagle的投射 因為對於很多New Age的人 其實剛剛去初頭 其實處於一個很急的狀態 大多都是因為 剛剛理解到這個靈性的概念的時候 就覺得自己很退步 比起其他身邊的人 或者在這個圈裡面的人 有很多人好像走得久了 有些很不甘的情況 很多時候 就是他們會有一個很急的情況 就是可能會 有些會覺得自己 有很不同的時間 會覺得自己可能會 是別的高靈 或者別的外星靈魂 是walk-in了 或者有些人會主動走去 去channel 然後就覺得 哇 我現在已經在channel 哪個哪個了 我感覺上 我現在應該 那個靈性 是進步了很多 提升得很厲害 提升得很多 所以我覺得 那個特質是怎樣分別呢 他這裏強調 真正的walk-in 通常靈魂在生命中 受到很大的情緒痛苦 所以才會選擇 頂不抱著 需要揭一揭式 像take a break 放假 就要靈魂去大覺星的聲系 接受療癒 所以才會有另一個大覺星的靈魂進來 這個就是在說大覺星的那種walk-in 所以他本書就不是說很多 實際只是walk-in這個現象是怎樣 但我贊成你所說 很多人都會覺得 如果我好像有walk-in的時候 會比較厲害 通常這些是屬於 剛剛green一些的人的情形會發生的 可能他突然看了很多書 他的感受很強 或者他遇到這樣的經歷的時候 可能他就覺得 我覺得我現在不同了 我會不會是一些高的靈魂 進來我的身體這樣呢 或者是他想多了 那好吧 那我就再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這一部分 可能很多人都會有興趣 就是有些正向的 non-physical 天狼星的一些人 他們可能都會選擇去投胎 進入一個肉身 但是他們很多人都會覺得 一個人類形式的肉身 就不適合他們的靈性的取向 所以他們就選擇了Cetacean 就是海豚和鯨魚的形式存在 所以很多時候他這個說法 就解釋到為什麼我們說 海豚和鯨魚帶給我們很強的一種治療的感覺 就是因為他們根據這個論說 就說因為他們本身這群靈魂的來源 都是這群專注在治療 做療癒的這群靈魂 所以很多醫情緒病 醫精神病的那些 譬如醫治癖的那些 有興奮治癖的人 去跟海豚一起游 他們覺得他們是有一個顯著的改變了 所以這裏他有說到 所以當時天狼星的一些海豚和鯨魚狀 的一些Cetaceans 這種的Beings 其實原本就是這群專注治療的 non-physical的靈魂投胎去肉身那裏 而我們地球現在看到的海豚和鯨魚 其實那個關係都是這一種 靈性的關係 而和地球人很多接觸 很多時候天狼星人 他們譬如有時選擇 將他們的頻率降到第三個密度的時候 就會被人類可以接觸得到 而Lisa Rowe和Keith Priest 他有提到 他舉例有幾個例子 就是一些埃及的神 譬如我們熟悉的Isis Osiris和Anubis Anubis即是頭像一隻狗 這三個都是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一些 原本的non-physical form 非物質形式存在的天狼星人 將他們的頻率降低 讓人類可以見到 哦 而另外一方面 我覺得很有趣 他就提到地球人的馬雅文化 地球人的馬雅文化 他就說 有一部分天狼星的靈魂 想又是體驗一下 用人形的肉身去存在究竟是甚麼回事 那他就說這一群就是馬雅人 嗯 所以當他們體驗夠的時候 他們迫一聲整個文明 整個群人就走了 哈哈哈哈 有想到這裡 其實我有講 剛才在之前的一集 我們就是講DMT 其實在很多古老部族裏 他們發覺有一些文化 那些祭司 他們都會服食一種 含有DMT的物質 一些不同的植物 有些可能是菇 有些可能是死藤 或者是仙人像 其實很可能在這些遠古 其實應該有一些叫做靈魂出竅 可能看到月球背面的圖案 或者他們拿到一些醫療的 一些新的知識 或者系統 其實就很可能 就是在這些不同的步驟裏面 他們有服用過這一種的物質之後 他們打通了對於 在這些所謂叫天人 或者跟這些外星人溝通的機會 而拿到一些這麼厲害的知識 而落到地球 或者文化去傳承下去 我也挺贊成這個說法 因為尤其是 剛才我們講到上一集 講到那七個密度的時候 很可能祭司他們服食了 無論含有DMT的一些物質 還是說其他一些植物 食物的時候 可能有辦法 令到他們的意識 提升到另一個密度的時候 就會更加容易 跟一些存在其他一些密度的 一些果體可以有接觸 所以我就說 上一集我們所講 不同的密度這個概念很重要 我們要和某一種外星人接觸 而那種外星人可能存在於 第五個密度 我們怎樣和他們接觸 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們將我們的密度的能量 暫時提升 而他們如果主動想和我們接觸 的時候 可能他們將他們的密度 暫時他們的意識 降低 意識的密度再降低 所以我們大家說 找一個大家的共同的平台 大家就可以有一個很面對面的交流 所以也正正解釋到 很可能在以前這些所謂的 這麼古老的步驟 為什麼是有這麼高深的東西 可能未必全部是一種 叫做physical 是和外星人 或者高等意識去接觸 可能其中 就是因為他們這種 暴落文化亂的祭司 是經過這些的植物 而拿到這些的知識 是下來的 而我覺得 譬如看現在很多的電影 都會講一些暴族文化 無論台灣片也好 或者亞凡達人也好 不是亞凡達人 亞凡達也好 都會其實 或者我們研究很多一些 暴族他們的人民 他們那些意識 我都覺得是傾向比較一體感 是重的 而當一體感比較重的 一些個體的時候 他們自然存在的密度 其實是偏高 是 所以他們要和一些 比較存在高密度的外星人 要接觸 其實真的比較容易很多 嗯 所以我就說上集 講這些密度的東西 很有關係 剛才我們就講到 這些天狼星人 對地球的人的影響 主要都是講一些正向 比如我們講到埃及的神 Osyris Isis Anoebis 又講到馬雅 全部都是正向的 Lisa Royal 她有提到 其實一些 負性那些 其實對地球人 某些影響 就用不同的形式去存在 比如說地球人 他們有些喜歡去研究 Black Magic 黑魔法 這些呢 完全全就是那種 負性 負向的 天狼星人 喜歡做的東西 因為Service to Self 講到服務自己 我去將這個 宇宙的能力扭曲 但是服務自己 這個很是那種方向 另外她有提到 不過她沒有詳細說 就是說 光明會 Illuminati 那個能量 都完全是這種能量 她也都有提到 就是說 譬如一些 負面 比我們有負面感覺的 一些UFO的經歷 例如 譬如說 我們見到一些 那些 畜生 不是 那些牛 被載割了 那些叫做 Catomutilation 在那些田園裡 見到牛被人劏了 看到眼睛 那些 沒有了內臟 沒有了內臟 這些她也說 能量是跟這些有關 甚至她也說到 Man in Black 簡稱叫MIB 這種現象 這種都是跟這些 負性的 天狼星人有關 哦 是的 她的解釋就是這樣 我們今集的時間 又很快地過了 又很快地過了 剛才我們說到那個故事發展 就是 戰場是由天狼星那裡 將會因為那些 天狼星的長老的干預 說你們去別處打 過去獵戶座那裡 所以我們下集就會繼續說 究竟由獵戶座那裡 產生一個怎樣大型的鬥爭 以及究竟獵戶座的鬥爭 與地球的關係 以及七兆妹聲傳 究竟又在整個故事 扮演的角色是怎樣的呢 是的 真的很想知道 為什麼獵戶座對於人類整體 特別是說近代的地球歷史 為什麼獵戶座的影響這麼大 以及這麼多文化 這麼提及呢 這麼迷戀獵戶座呢 我自己就覺得獵戶座那部分的故事 對於我來說 是最有人入勝的 是的 我想希望可以下次解釋到 為什麼人類的金字塔 就是向著獵戶座 在這個火星裡面的 人面金字塔 也有三座 也正在跟著獵戶座 應該說其實在這個 九大行星裡面的歷史 獵戶座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非常 好 下一集再見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有美最好